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不知道不代表不存在 我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 你不知道我的努力 你从12年才知道我的不代表 我05年没有开始努力 OK 我是说在国内 大家知道你以后 大家了解了曲万婷以后 半年的时间你就上春晚了 可以这么说吗 娘娘给我个命 给我个抬车一下行吧 谢谢啊 都不容易 好啊 人间不差 我说的只是说 纠正他说出来的一句话 而不是说 就是攻击他而已 就是因为这种场合 说出来任何的信息 我希望是准确的 因为这么多媒体在 放出去的话 一旦如果信息是不准的话 我想收开了没有办法 不靠绯闻 不靠炒作 曲万婷的音乐显得更加纯粹 始终坚持原创的他 甚至言不希望大众 经以一个歌手的身份来看待他 如今音乐选秀节目 备受中国观众追捧 也有不少知名歌手 依然通过选秀平台再度博取观众 残疾是否也会选择参加选秀节目 来增加人气的话题时 一向我心我素的池婉婷 却对选秀平台显现出几分不情愿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 就不能说你拿你自己的那个东西 跟我这个独特的东西来比 所以我觉得其实后来之后 我就不是很喜欢那个就是选秀的节目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评论别人 然后我也不希望别人来评 用他的那个世界观来审判我 来评论我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